史料记载 西夏亡灵放宋灵而坐 而宋灵是按照中原传统的招募葬法 来安排亡灵的布局 一般是父亲在左边 儿子在右边 下来在左边 在右边 这个我们叫招募 招募侥姓鱼冠葬法 根据中原流行的招募葬法 九座亡灵由南向北排列 如果算上李继迁和李德明的墓 到仁孝的灵刚好是第七座亡灵 公元1038年西夏立国 立国者是袁浩 袁浩的祖父是李继迁 父亲为李德明 袁浩在两代仙人的基础上 创立了西夏 亡灵一般都有严格的布局原则 从李继千开始 正好能够全部对位九座亡灵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专家根据招募葬法推测 三号灵应该是原号的灵墓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 三号灵是否为原号灵 也开始有了疑点 杨毅是西夏亡灵管理处的考古学者 一直从事西夏灵的发掘工作 他和他的同事们 在宁夏青铜峡市的闽宁村 有了新的发现 考古证实 四号灵的建筑构建 与敏宁村出土的建筑构建完全一致 因为其他的地灵 它出土的基本上都是寿面纹的 而四号灵 全部是发掃纹没有建 四号灵有寿面纹这种性质 考古发现 敏宁村西夏木的主人 生活在原号统治西夏时期 他的死亡时间和原号相差不远 由此推断 与三号灵相比 四号灵更有可能是原号灵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 所谓招募葬法就说不通了 于是专家们又有了另外一种推测 其实还有一个 它也有可能是重新往东派 但是这个配法我看了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也不配出有这种因素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 那么西夏王陵的布局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要想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得弄清楚王陵的规划者是谁 建国以后 李元号当了皇帝 他把他自己的父亲和爷爷 就都以皇帝的形式把他重新葬了 据史料记载 元号加封李继谦为太祖 但是元号究竟有没有为祖父修建林秦 历史中没有留下确切的信息 于是考古学界又有了另外一种猜测 这个西夏王陵最造的基础的权制 应该是从李德明开始的 在为他自己修灵中时 李德明就开始给他的父亲也修灵了 经过现场调研 九座王陵只有一二号陵 无论从形制、建筑构建、夯土结构 全都一模一样 其他七座王陵在细节上 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 所以这两个陵也可以肯定是 同时在建造 同时建造 作为西夏王陵的规划者 需要修建两座 甚至两座以上陵墓的只有两个人 要么是李元昊 要么是李德明 史料记载 李继千葬于贺兰山东 是谁将李继千葬在了贺兰山脚下呢 公元1004年 李继千被对手安算 重见身亡 当时党项人的政治中心在灵州 李继千在灵州死去后 将王位传给了李德明 十二年 十二年后 李德明决定迁都贺兰山脚下的怀远镇 并在同一年为父亲追加庙号武宗 那么已经追加为妙号的话 就承认他父亲是皇帝了 是皇帝都要有一个 与他匹配的一个人物在 李元昊在西夏建国后 也有可能为祖父和父亲建林 西夏王陵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越城 设计越城的目的是为了放置石像生 中国的帝王陵秦前都摆放大型雕像 像西夏这样将石像生摆放在狭小的越城里 非常罕见 摆放石像生 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你说我有钱了 我也摆上 那说不定还当时是不行的 谢谢大家